鑽石山河里活广场谋杀案 掀起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关注 现在公立医院精神科新症 需要排期超过一年 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利用地区康建中心加强支援 在隆后精神科门诊 政府之在大概有5万个病人 但医管局不够400个精神科医生 所以比例上有严重失衡 一直畅意在社区 我们现在每一区都有地区康建中心 或者地区康建站 其实这些服务能否加入精神健康的支援 支援在社区生活的病人 或者有情绪问题的居民 我想这件事政府必须要考虑